中三条以上这样的夫妻注定走不长远 谈恋爱的时候两人总是相处的如胶似漆情谊绵绵 但是一到婚姻好像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也无法预测婚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有这三种问题就说明这个婚姻一定不会走远 一 喜欢冷战 只要家庭出现什么矛盾也不吵架也不打架就会冷战 两个人在屋里不说话这样让外人看着都着急 二 都是自私的人 婚姻讲究的是相互包容和体谅 若是两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对方考虑 那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呢 三 做事喜欢推卸责任 发生事情就想到对方的责任 从不从自身角度发现问题 这样下去两个人问题会越来越大 矛盾也会越来多 从不看对方优点 看对方就会越来越不顺眼 四 都喜欢往自己家里捞好处 婚姻是两个人家庭的事情 不要一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或者有什么好处 只想着往自己家 只想着为自己的父母 不想为对方的父母付出什么 这样时间长了肯定会心存芥蒂 五 有事情不一起交流 自己擅作主张 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了 当自己有什么大事 首先做的应该是与对方商量 不是自己自作主张 时间长了 这还是一家人吗 六 生活平淡无情趣 过去恋爱无论再怎么轰轰烈烈 到头来肯定还是要回归平淡的 但是若是生活光是平淡的话 那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 可以在结婚纪念日或者特殊节假日加一点项目 这样日子就会过得不一样 七 价值观的不同 人生价值观是可以拉近彼此距离的 是你们对生活态度或者人生角度不同看法 若你们有一样的见解 你们话题就多了 感情也就好 七 不开心 现在人生活追求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无论赚钱多少还是生活质量的好坏 最主要就是开心 若你们俩最基本的开心都没有 那感情是不会长久的 九 为孩子争吵 总是因为孩子学习问题 伸展方面的问题 还有身体问题发生了争吵 时间久了 感情也会冲淡的 十一 物质方面 婚姻最后还是会回归到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物质方面不是特别好的家庭 总会因为这个问题而相互埋怨对方 这样一来二去 就会省伤了对方的自尊心 点赞 检订阅 中永坊 乱